其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,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。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,或者逐渐恢复原状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, 就好像没有阳光,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,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遗下的月花,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,与其风云骗美,偷取别人的欢欣,无名被众人所避弃。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。 她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,在身受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试作地狱。 一辈子鸡争而斗,不得安生相反的,劝道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,就能百年协和,幸福无穷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,可是不要过分狭逆。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,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莎士比亚,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。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 莎士比亚,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,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,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 再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,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。 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。 但是,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。 莎士比亚,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,才最受欢迎。 莎士比亚,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,才能打动人听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,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 莎士比亚,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,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,才能打动人听莎士比亚。 我